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是這次場景組的評審 場景組 場景組跟你分享的組 差別在哪裡 就是以 這種國際模型比賽 一般都是以船艦 坦克 跟軍事模型相關的比較多 那 這兩年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導入很多各種模型的元素 像鋼彈、科幻的、還有場景組、創作組這樣的東西 是越來越豐富的 當然我比較擅長的就是處理場景這樣的模型 所謂的場景就是把你創作的機車、汽車再結合一個地台 然後衍生出一個故事性的這樣的東西 我們稱作這個東西叫場景 那場景以外的東西當然模型的世界是很豐富的 任何的元素只要縮小了都可以讓創作者自由去發揮做出來 你自己有看到什麼比較印象深刻嗎? 今天有看到比較印象深刻嗎? 還沒看完太多 印象深刻當然很多 因為這樣的模型比賽 現在因為隨著電腦技術的發達 3D練印的東西也越來越精彩 那適當的使用這些3D練印的材料的話 確實可以做出很精彩的東西 那因為現在還是在評審的階段 我想等到4點以後會進入更精彩 總冠軍決選出來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更有趣更棒的作品 謝謝 謝謝 可以的話我們再開始嗎? 可以來 OK Level1是非常高的 他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的水準 世界上看的,Level1是非常高的 以世界來說,台灣的水準是最難的 你問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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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你改名台灣的水準嗎? 台灣的水準是哪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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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各位都用非常認真的心態去做他們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今天看到的 目前看到的為止讓老師印象深刻的作品 目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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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接下來才開始要看 審査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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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他說他想要看看 因為還沒評到 還沒評到最部分的那個 他想要看看今天最精彩的內部 四點以後 對,請拭目以待這樣 那老師會覺得評分有點困難 因為每個作品都做得很好 哦 然後電視作品都做得很難 哦 很難 他覺得這次的評分相當很難 好啊 那有看過 如果知道這次有特別新增一個就是國軍的那個 裝備 老師有沒有興趣看一下我們國軍的裝備 那是四 weekend 國軍軍營 聽得到叫做提本台灣自衛隊 在台灣的 spirit 時有你們想要應付嗎? 有關於台灣自衛隊 przy國軍洞 是有興趣嗎? 沒興趣 específic 他可能還沒看到國軍那個方面,假如他等一下再就剪開了 是不是特別偵測國務軍的這種獎項 對,因為我們今年比較特別是由國防安全研究院有贊助我們這個模型比賽 國軍題材模型特別的獎項 然後這個獎項我們認為說他可以對應最近這種比較緊張的兩岸的台海緊張的局勢 然後增加我們的國防意識,然後讓全民國防可以升值在大家的心裡面 而且在模型迷的心目之中,國軍的題材一直都是他們非常喜歡的題目 那我們在很多的作品之中都可以看到各種年代,各種歷史,各種軍種,各種題材的模型 都在我們的這個現場做展現,那這是實際非常值得推廣的一個項目 你們在挑選中的世界上也在日本中的民眾市場更多的,如果那個房間見出來了 至於是4,8,5公分之一,到195公分之一 那個中途的BRUX,各種フロス、各種記者,各種武器,各種藏、各種販 Dieままでは一切大的天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問問題我答好了 就聊天聊天 陳哥今天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模型的作品 那這次是不是其實正在評分點中 對 我們今天的比賽從上午 從昨天開始報導 然後今天上午到中午之前也是報導的時間 那作品就位之後 大概下午12點半以後 評審就開始做評選 那我們先選 還選作品出來 那接下來入圍的作品呢 再由各組的評審做計分 那最後我們統計分數 那以區分出他們的前三名 那接下來各組的第一名 會再做全場總冠軍的評選 所以我們會有兩文的這個評審的制度 大概怎麼分 哪一些組 像比如說我們比較 比如說我們有科幻組 人型組 兒童 學生組 然後有船艦組 那飛機的話有分成螺旋槳跟噴氣式的飛機 然後軍事車輛 然後民用組 像今天我們就有一個小比例的示範賽 民用車的示範賽 在這個會上同時也舉辦 那未來我們可能會納入更多的 比如說類似樂高創意積木這樣子的組別 希望讓這個活動能夠更豐富更多元 這個活動到現在已經辦幾屆了 目前到我們現在為止已經辦到了第六屆 對 那在剛好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幾屆評分的方式有改變 那現在是我們又恢復了這個評審的積分制度 那今年也是因為剛好我們國境 剛剛好開放 所以這次我們有邀請到 日本的電視冠軍王三田卓斯老師 以及兩位韓國的那個傳見的評審老師 以及一位新加坡的評審老師 來到現場擔任我們的評審 那我想問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台灣啊 因為已經辦了六屆 我們台灣模型的實力在 全世界來講是大概在哪一個區塊 了解 應該講說以我們台灣 先以亞洲來講好了 我們現在現在大家在會場看到的規模 已經算是我們亞洲第一的規模 對 那在日本的話 他們是比較以產業為主 所以他們會有產業型的模型展 但是以玩家為出發點 目前以我們來說是亞洲最大規模的 那除了我們自己人比賽 其他國家也可以報名這個模型的 可以的 我們這樣 因為剛好現在還是一樣是疫情封控的狀態 如果說像是平常我們前幾屆的話 都會有海外的報名 等於他們帶著作品到現場來做報名 然後評審也會有海外的評審 像歐洲匈牙利 那像東南亞的評審 日本 韓國更不用說 我們都會有邀請他們來這邊擔任評審 然後我們這邊在優秀的作品 我們也會組團帶他們去匈牙利 參加匈牙利的模型比賽 然後希望他們在世界舞台上面 也能夠有機會發光發熱 現在這些老師們正在評分當中 對 他們評分有沒有一些要求 跟他們的怎麼評分的點在哪裡 因為各組的評審的專業有點不一樣 那以我的經驗來講 就是說首先大家 首先大家要對作品有一個共識存在 認為說這個是足以進入積分階段的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桌上作品 他的作品的年代 他的表現法其實各有不同 像有的有水景 有的是像有地台 比例大小跟國籍也都不一樣 那這些評審他們會按照他們平常的專業知識 在適合的這個作品的表現上面去做評分 比如說你在二戰的軍艦 他有木頭夾板和木頭夾板的質感 那現在的軍艦想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一艘 他是有飛彈發射的動態 那這個動態他是不是擬真自然 是不是有故事性有戲劇張力等等 都是他們平凡的項目之一 這方面其實是非常的細 對 就是因為這個是 我們從一開始就規劃的賽制 我們的主辦單位 策展人也有到海外去取經 然後去讓這些可以更完整 然後更公平 對 那我們是盡量在作品中 不是尋找他的扣分 是尋找他加分的地方 然後讓這些作品他能夠被看得見 能夠發揮他的一些 大家對這個東西的熱情 對這個興趣的熱情 那通常啊 像這樣 有幾個 有幾個 是 是 是 這個 有點難回答 因為每一個人 對每一個人不一樣 可是我們能夠理解他非常耗費眼力 然後一些技巧 對 應該講說你比例越大 其實你細節會追加的更多 那他的 應該說這個是很考驗手工 跟你製作的程序 因為比如說你是先彰線還是先上色等等 這都會影響到你作品最後的完整度 對 對 完全是很感激的 這我也有 他最多 使用 對 只要一切 對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